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按 歡迎收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這是巔峰極速 好旭哥今天來分享這個入手啦 這個T0神車 Benz的AMG SL63 最新的T0神車這個限定車 這一騎最新的 太香啦 太美了這個車型 太帥了 入手啦 十幾台金車了完全無課金 那我要分享這遊戲呢 2024最新的禮包 可以用實測可以用的序號 所以讓大家可以爽爽的把福利領起來 好看著旭哥把這台免費的神車 算是完全無課的就入手了 旭哥現在還沒有儲值過沒有手儲過 所以手儲都還沒有儲過左上角這邊有 所以完全無課金 好入手了這台 最新的神車 好還沒繼續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優攻略 那頻道各種最新的手優攻略 還有禮包碼 禮品碼對話碼 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昨天晚上啊 抽SL63抽到有點怒了 今天呢再來拼一下把它拼出來好了 至少最後保底也會出來只是這個就有點不爽 保底160基本上SL63算是 必拿的 所以玩家應該都蠻好入手的保底 他可以指定兌換 再31抽 但是昨天真的抽到有點怒了以這個機率來講不應該是這種機率的 你80抽出一車已經是最底線啦 因為你100%的機會1.25乘以80是100% 竟然都出不了這個 機率很有問題啊 看一下今天 能不能早點抽到 就來抽吧 我們先來個10連抽好了 10連抽看看 果然啊 居哥覺得這個 之後會出一集攻略啦 講一下這個機率的問題啊 因為這個有些機率的不合理性啊 等下之後可能會講一下他這個有些BUG的問題 BMW 好 中了一台BMW 難得有一台 沒有滿的 ECU沒有滿 又要再把這個鑽石砸下去了 因為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大家有沒有發現 1.25%你乘以40抽 基本上你40抽有一半的機率會中金車啊 1.25%乘以44 期望值是50% 有學過數學 應該都知道嘛 你抽中金車的期望值是1.5% 那你 就是 40抽基本上有一半的機會中啊 但是大家問一下大家 大概有一半的玩家抽40抽會中的嗎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機率上的問題啊 之後再來講一下好了 欸 喔 又是 藍寶堅尼 媽的 這個已經出了兩次 每次滿了他就出來啊 目前的限時積分149 基本上保底會出啦 好吧 只要把他保出來了 哭哭了 鑽石再見了 賺了那麼久的鑽石 屈哥最巔峰大概 將近兩萬三 賺了那麼久的鑽石 你看果然 又出紙車啦 ODI 紙車 等一下又出一樣的 這一次的是30 是不是也滿了 Rancer 還沒滿耶 難得 難得有沒有滿的紙車 最後的一抽了 這保底啦 屈哥直接抽到保底了 單抽了 你又種保底抽來金車 那就一次帶雙金回去了 這個夢想果然 不太可能會實現啦 好 剛好積分來到160了 那只能用保底來換啦 哭了 好 各位觀眾 我們的 Benz Benz的 AMG S63 入手啦 這款車還滿新的 消費160點直接換 限時積分有沒有 屈哥講過這台車是可以免費拿的 屈哥完全無課金啦 SL63 完全無課的屈哥入手了 這台非常帥氣 太屌了 有沒有很帥呀 爽啊 爽啊 Benz SL63 入手了 第36台神車 完全無課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屈哥看一下左上角一個手除嘛 屈哥完全沒有手除過 手除可以拿GTR 屈哥完全沒手除 所以完全沒拿過 所以完全無課 好第36台我們的 T0神車 哇也是屈哥第3台的性能組的車子 欸 不錯 來之後來玩這台好了 SL63 來 養一下 第法拉利羅馬州又有一台新車可以玩了 每個都來玩一下 T10神車入手啦 T10神車入手啦 S63真的蠻帥的 黃色的 小黃 非常帥氣 好分享給大家這個最新的神車入手了 屈哥之前就講過這台是可以免費入手的完全無課免費入手 直接證實給大家看了 雖然說保底有點心痛啊 而且屈哥還是最衰的那種情況保底才抽到 最衰的情況但是還是一樣免費入手了而且屈哥還浪費了有一個10連抽沒有抽 要不還可以再省1500鑽 屈哥 有一天忘記抽10連抽了 好 新年那時候有一天忘記抽10連抽 多虧1500 好分享給大家啦 2024最新的禮包碼 首先呢 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禮包碼兌換 就是虛寶序號 在這邊輸入就可以了那iOS玩家請看旭哥之前有分享過那邊有連結 iOS玩家要去那邊換 就是有一個連結 那Android玩家就在這邊換 為什麼會這樣你直接問官方也不要問旭哥這個官方設定 2024最新的禮包碼來我們輸入 這個 HAPPY 然後2024 HAPPY 2024 立即兌換 它顯示兌換成功到信件去領取獎勵最新的禮包碼 這個是真的實測可以用的最新的分享給大家所以大家爽爽的用起來吧 那iOS的話去這個網頁兌換去跟其他的影片攻略最後面有分享那個連結 那不要問說序哥為什麼沒有這個禮包碼兌換因為你是iOS的所以要到網頁兌換 那為什麼要這樣設定的是官方設定所以不要再來問我了好 這個最新的禮包碼確認可以用 那我們到信件 去個領給大家看確定是可以使用的 所以是真的可以使用2024最新的所以不用再多問了 好